说是你送的 老爷 你送给我的老坑翡翠玉镯 不见了 被发现在蓝烟的手上 他说是老爷硬塞给他的 哎呀你也真是的 老爷平时看你是又乖又伶俐 所以呢就特别的疼你 可是你不能胡作非为吗 我什么时候送个金手镯给你呀 你胡说八道这是 哎呀 你个死丫头 偷东西就偷东西吧 你干嘛拉伤我啊你 你真是的 由此可见 余政最喜欢的电视剧有两类 一类是美剧 还有一类就是TVB剧 看来不光是美剧给了他许多创作的灵感 TVB的电视剧也让他学了不少啊 其实老爷想成全我们 老爷想成全我们 他冒着被人失控的危机 也要成全我们 他是想成全我们 他是想成全我们 他冒着被人耻笑的危险 也要成全我们 为什么他每个月的零用钱 只有一百多棒呢 为什么你还要他出去做坚持 自己交学费呢 因为你知道 棒下出孝子 你要我恋他 你要他明白 想成功 要靠自己争取 建王和建国要什么 你给什么 而对新月 你每个月只给他三百块钱 别产了学费 还产自己大货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人就在你新家才会成功 要不 咱们玩点新鲜玩意怎么样 新鲜 什么新鲜玩意 要赌呢 就赌你新娘子的赌兜 秀什么 那才够刺激吧 十二少 你可要考虑清楚 是啊十二少 千万不要玩这个 等等 好 赌就赌 你们看 红色的 有一个好消息 跟坏消息要告诉你 好消息就是 你的耐力 赢得我的尊重 坏消息就是 我会加倍努力的修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 我呢 一个都不想听 喂 好消息就是 我很佩服你的坚持 坏消息就是 从今天起 我要加倍的对付你 你 由于正担任编剧的电视剧 《公所心域》刚一播出 就为这抄袭步步惊心 但随着剧情的深入 流星花园的粉丝发现 这哪里是抄袭步步惊心吗 这分明就是在抄袭流星花园 连排词都是一样一样的 你看你 为了这么个女人得罪我 又关黑房子 又挨打 又贵铁链的 可结果呢 他连过来安慰你一句的勇气都没有 清河他连见都没有见过你 他到底哪里惹到你了 你说话呢 你这个大白痴 从头非为你啊 死三八 什么都不懂 为什么要打郭小川 你不知道为什么吗 你这蠢女人 还不是因为你 你抄或者不抄 原作品就在那里 不增不减 我看或者不看 新电视剧就在这里 没脸没皮 相信广大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 至于这些电视剧 是抄袭还是创新 还是大家说了算